问起来我已经居家隔离有60天两个月了 我本着节省口罩的原则 我就每天在家待着 已经感觉要呆得长毛了 我们会每一周到超市采购一次食品 一般来讲瑞士的超市都是周末人特别多 所以为了避开这周末的人流 我们选择在周一的上午到超市去采购 现在感觉到现在街上的人特别少 车也少人也少 这是当地的一所大学 现在已经全面停课了 我们现在到了当地的一家超市 发现这个超市的外面已经排了长队 一直排到了后面 而且停车场也是非常的满 现在很多瑞士的超市都开始限流了 你在超市外面要像这样 每隔一到两米进行排队 然后每当超市里面出来几个人 就可以进去几个人 然后看到排队的人群当中 也有很多戴上了口罩 现在我们来到了另外一家 稍微小一点的超市 它门口的队伍没有那么长 但是依然需要排队 但是大家都戴着口罩 在这个超市前面排队 然后我们准备到这个超市去看一看 有没有我们想要买到的东西 超市的入口 超市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免费 发放这种手套 我觉得这个小设置还挺贴心的 这个超市里面所有的货物 看起来还都比较全 像沙拉呀 这种肉类呀 水果蔬菜都还比较全 而且超市里面的人几乎都戴上了口罩 在这个超市里面我还发现了一般在欧洲的超市 不太常见的一种菜 是我们常吃的 这个白菜 一般来讲我都要到那个亚超里面去买白菜 但是今天在这个超市就买到了白菜 好幸运 超市等结账的位置都有这种提示距离的标志 满载而归 看我老公强大的男友力 所有的东西都他一个人来拎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超市都买了什么东西啊 我们买了很多的肉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肉食动物 每一顿都要有肉 地瓜 一般我们很少吃精致淀粉 主要就吃地瓜和土豆 所有这些东西基本就够我们一周两个人在家吃了 那一共的开销呢 是131.55瑞朗 1000人民币左右 其实隔离的时候在家也可以有很多自娱自乐的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